我看住手机,气不打意出来,和杨轩恋爱三年,我吃一毒,五十块钱的汉堡,怎么就成了?老女了,现在那条视频,已经有了,两万多的点赞,冲上了同城热榜,我拿住手机,走到杨轩旁边,大声质问她,怎么了?难道不是吗? 她头也不抬的,打住游戏,声音不善,咱俩谈恋爱三年,你家居然还要,三万八的彩礼,不就是想要,捞点磨,那磨多钱,简直就是要了,我的命啊,我看住上万的,机箱,和几千的显示幕,不由得冷笑,原来我在她眼里,还不值三万八,甚至还不如个,机箱, 有价值,之前,和她,谈彩礼的时候,她虽然,支支吾吾的,可也从来没说出,这种话,眼看住,就要结婚了,她反倒是,说出了,真心,我一直不作声,她疑惑地,转头,看我,两久,才反应过来,自己,说了什么,手握,住我胳膊,小青,我刚才不是,那个意思,三万八而已, 我攒两年就够了,那房子呢,她声音放缓,商量住说,现在年轻人,都崇尚生活,租房子的,大有人在,不如咱们,我气急抽出手, 大骂她不是人,谁家,结婚,还租房子,沈青,你别欺人太甚,你去问问,有谁结婚,像你一样,狮子,大开口的,她说完,继续,玩游戏, 丝毫没,把我,放在眼里,无视我的,愤怒,也完全不想,解决问题,好,你喜欢玩游戏,是吧,我走到店闸前,推掉所有店员,就听见卧室,传来杨轩怒骂,和一阵重重的,垂击声,她气急败坏地,冲向我,像是要发疯, 我他妈在玩游戏,你是不是疯了,我疯了,离职在家,不找工作,屋里弄得一团糟,整天,就知道,玩游戏,你居然有脸,说我疯了, 你自己看看,现在什么样子,我家是,要彩礼没错,可也有陪价,还买了辆车,你摸住,良心,想想,刚才说的,是不是人话, 大学毕业的时候,她每天,勤勤恳恳地工作,也不沉迷,在游戏之中,那时候的她脸上,满是憧憬和向往,说要在这个城市,离给我一个家,我不知道,她现在是怎么了,竟然,这魔,不上镜,你懂什么,男人哪有你们,那魔好赚钱,随便摇两下,屁股就能挣,啪, 一个巴掌胡,在她脸上,她不可置信地,看住我,身后的玻璃窗上,映照出我,泛红的眼,在我印象里,她性格斯文,彬彬有礼,怎么会合,大部分的,恶臭男人一样,说出这重话呢,这样的她,让我没有办法,说服自己,再继续谈下去了,我提了分手,杨轩暴怒, 转身,回到卧室里,拔显示目,砸了个粉碎,键盘也被,重重摔在墙上,表面砸出了个,大坑,她开始疯狂,杀自己耳光,两侧的脸颊,高高肿起,眼底也是,一片血红,你要分手是吧, 好,我今天,就死在这里,我让你分,我让你分,她愤怒地,在地上夺布,水杯的碎片,扎在脚底,也像是感觉,不到疼痛,我双手颤抖地,朝着门口移动,牙关都在打颤,生怕她迁怒到我,那些网路上的,言论,和她平时, 对待小动物,冷漠的态度,她的暴力倾向,早就藏在生活里,的每一个举动中,人不是突然,坏掉的,只是我从来,没发现罢了,我不玩游戏了,我去找工作,她扮跪住,扇自己耳光,鼻涕和眼泪,糊在脸上,是我错了,你别逼我,我心脏狂跳, 生怕她,下一秒,扑上来,趁着她不注意,握住门把手,使劲一转,就朝着楼下跑,身后传来巨物,到地的响声,踩出丹园门,迎面就撞到,杨轩的小舅,杨成,一个踉呛,莫站稳摔倒在地,杨成两步,跑到我身边,把我扶起来,我后退一步,两人拉开距离,怎么了? 这魔了,这魔,着急,我心有,余记地,和她解释,又怕杨轩,从后面追上来,说话都不稳了,别害怕,我上去看看,她把我安置在,旁边的长椅上,没过多久,就护车就来了,几个人浩浩荡荡地抬住,杨轩上了车,好像是晕倒了,不知怎么,杨轩晕倒了,我反而是,松了个手, 口气,起码她不会,再来追我了,杨成,和我回了家,她虽然是,杨轩的小舅,可是也只比我,大了两岁,平日理她是我,顶头上司家老板,私下理我们,以朋友相处,几个人混在一起,大排聚餐,毫不快乐,所以我自然,也没有把她,当外人, 你家的医药箱,在哪里,腿流血了,她伸手指,我才发现膝盖,早就磕破了,快皮,之前紧张的,时候不觉得疼,现在放松下来,泥土沙子,都混在肉里,痛感格外明显, 我连连摇头摆手,漠视,小舅,我自己也可以,思,还没等我拒绝,棉签就已经,放在了,伤口的位置,血和点符,混在一起,我疼得忍不住,直皱眉,扬成半贵柱,小心翼翼地,清洁柱伤口, 线长的眉毛,在灯光下,投射出一片阴影,我又想起,公司的鸡个小妹,说她长得,像个韩团的明星,之前莫觉得,这个角度看,确实有点神似,她发思有些微卷,额头上,细密层薄汗,眼睛亮晶晶的,看住我,你在看什么,有点尴尬,被抓包了,嘴前巴巴的, 说了句,谢谢,她力所起身,拍了拍,西装上的土,说道,你下周不用,再来了,不是,我和杨轩分手,不至于把我,开除吧,她好像,看出我的慌张,笑住弹我脑门,一下,膝盖的,伤得痒痒,这两天你,看看房子吧,杨轩,脾气不好,很容易过几天,找上门来, 你自己一个人住,不安全,我心中哀叹口气,明明有血缘关系,怎么性格,差异这么大,杨成提前预知了,半年的工资,打到我卡上,让我安心找房子, 可是,我半年的工资,没有这么多吧,我看住眼前的,那一串数字,暗自扎舌,这一年都够了,末世,怕你租房子不够,说完她就走了,现在是大学生,毕业季,空房子很多,很快我就在,公司附近,找到了房子, 又强忍住,膝盖的,不是搬家,用的是我的存款,那些钱太多了,哪天,有机会,我得还给杨成,膝盖养的,还算不错,并不影响我上班,日子和平常一样, 只不过每天中午,杨成都会,叫我去她办公室,我不去,她就要让我加班,这万恶的资本家,她低头看住,财政报纸,金丝边框眼睛,反射到柔和的光,头也不抬的,把猪蹄汤,推到我眼前,里面还有四个菜,看起来还,蛮有食欲的,我不太喜欢,吃这重饭,你吃了吧, 哎嘿,不用点外卖了,还得是老板好,完全把刚才,那句资本家,丢得一前二净,这顿饭吃的,很安静,安静的,我忍不住在想,应该怎么,处理我们的关系,嗯,平时是上下级,私下里,还是,不要再建卫庙,没想,到第二天,中午,杨成,又把我, 带到办公室,和昨天的,严肃不同,她一身运动服,看起来阳光,干净,目光炯炯的,把菜,推到我面前,我今天,食欲不好,饭盒里又是,排骨又是青菜的, 怎么能食欲不好呢,我又把,那些饭菜都吃了,当晚回到家,就看见阳城,发了调朋友圈,香香,饱饱真开心,我忍不住翻了下,近半年里,她的朋友圈,只有个经济周报, 作为上市,公司的老板,居然能发谍词,我不理解,并且大位震撼,事实证明,人在吃饱,无聊的时候,尽量不要翻动态,杨轩和她,新女友的合照,就这么赫然,出现在了我眼前,两人食指紧扣,紧紧依偎在一起,下面的评论,都闸开了锅, 大学室友跑来,问我怎么回事,我只好原本的,解释了一遍,这狗,男人,他这次谈的,彩礼十万,家里还送台车,黑色的字体,越看越绿,三万八,他说要了,全家的命,十万在家台车,轻松全款拿下,分手还不到,半个月,他就官宣,要订婚了, 原来我三年,青春和感情,在他眼里,就是一分不值啊,一股无名火,烧得我怒气乱窜,恨不得现在,手撕了他,室友发了,几十条消息,最后把他和男友的牵手图,发给我,姐妹你也发一个,气不死他,发,没过多久,我就收到, 杨轩的私信,你恋爱了,我不信,真搞笑,你可以官宣,我凭什么不可以,反手一个拉黑,心满意足,整夜好眠,第二天上班,杨成,黑个脸,就像谁欠了,他积千万一样,开会要求,拿出业绩报告, 部门领导,大气,都不敢喘一下,他的一声,荡被重重,摔到桌上,会议过后,我们几个,都灰溜溜地,出来,领导敲声细语地,说,又不知道,谁惹了这个,财神,话音刚落,秘书缩住个,脖子出来,说老板叫我,去办公室, 同事,同事们都一副,可怜的样子,看住我,部门领导,甚至还拍了拍,我的肩膀,马爷,这种英勇就义的,感觉是怎么回事,我走过去,轻轻观,上门,准备迎接暴风雨,他站在窗前,后背微公柱,像是被人,抽去了力气,声音气若油丝,沈青,你最近表现不错, 不要因为,谈恋爱,而影响工作,我有些猛,自己什么时候,谈恋爱了,不过说起,这个,倒是还有个,大事需要解决,那租房子的钱,我没有动,正好趁着,现在这个机会,还给他,你就非要这么做,和我画的,如此清楚吗? 杨诚转过头,高大的身影,有助压迫感,让我不敢抬头,我不是那个意思,这钱我不能,没有不能,他脚步一直向前,我忍不住后退,星期上八下的,打鼓,他盯住我,看了许久,直到门外,有敲门声,才做回老板以上,两人谈论工作, 我自知无趣,回到公卫,几个同事凑上来,八卦地问我,发生石磨事,嗯,还是不解释了,说不明白,下午,浑浑噩噩地摸鱼,临近下班,室友给我打电话,说是要约我,出去撸串, 我俩心智勃勃地,研究晚上吃什么,转身,就看见,杨诚拿住,一踏当,重重拍在我桌上,不是吧,老板,要下班了,你告诉我加班,你听听自己,说的是不是人话,他开口,工资双倍,行,我爱加班,我果断联系,是有爽约, 偌大的办公室里,只剩下我,自己和杨诚,他坐在我,旁边看住我,那样子就像在,看犯人,下一秒,我就会跑试的,今天耽误,你和小情人,约会了,真是不好意思,杨诚,眉石磨,表情,但是我总感觉,这个语气,有点见嗖嗖的,你确实,耽误我约会了, 转头,严肃地,看住他,不过是和我室友,我忙住路,入道,说话也有一搭,没一搭的,也不知道,你,听谁说,我有男朋友,我倒是想有一个,这也找不到,没有男朋友,为时磨还着急,还我钱,大哥,欠债还钱,这不是天经地义磨,再说了,他转了的,有好几万,我收下, 也于心不安,杨诚,好像很开心,哼个小曲,摇摇,晃晃,一点都没个,老板样子,手机震动,是杨轩,我怎么就,忘了拉黑,他手机号,我在杨诚的,住室下,尴尬地挂掉电话, 又打过来,再挂断,最后我实在,失去耐心,大吼他有什么事,一周后我结婚,记得来,耳边传来盲音,我不知所措的,看住萤幕,闪昏嘛,手机一把,被杨诚夺走,他快速保存档, 关机,拔电源,一气喝成,又扯住我跑到,隔壁街的烧烤店,点了满满,一桌子菜,两侧,滑灯阴晕,烟雾缭绕中,有助让人,安心的烟火气,几瓶啤酒,喝完, 我望向杨诚的,眼神中,也透露出,一丝不真切,他问我是不是,不开心,倒也不是,更多的是对我,自己,识人不清,感到难过,人的青春里,又有几个,三年呢,他的脸逼近,那你觉得,我怎么样? 嗯,你年纪轻轻,长得帅,有钱有实力,性格,也还不错,他声音轻柔,像是有魔力般,寻寻善诱的,那你要不要?考虑我,此时的他,退去了公司里的,那份锐利感,更像是我认之中,陪我们喝酒,打牌的少年,风有些凉,吹得我有些清醒,不敢再看他,沈青,我喜欢你, 很久以前,就喜欢了,你有男友,我就心甘情愿,和你做朋友,现在你分手了,看看我,好吗?可是他是杨轩的小舅,我是杨轩的前任,就算真在一起了,家里也不能同意,我不是他亲舅舅,杨诚看住我,轻声说出了,自己的身世,他是杨老爷子,占有家的孩子,当年占有位了, 救老爷子,死亡,他心怀愧疚,就抚养了杨诚,这么多年,给他最好的资源,帮助他创业,一路扶摇直上,我跟你说这些,就是想让你,别有负担,正式地考虑,考虑我,这么多消息,砸得我有些愣,只好低头看住,眼前的酒杯,不知道,说什么,杨诚细心体贴, 完全是我,心中的,理想型男友,只是,很早以前,商量结婚的时候,我就已经,见过杨轩家人,如果他们知道,我和杨诚在一起,肯定会来,找他闹事, 但是,我不能成为,他的麻烦,犹豫了很久,也下了好大决心,我不敢抬头,看他,偷偷地把钱,给杨诚转了过去,对不起,还是做朋友吧,我纠结了很久,才敢踏入,公司的大门,杨诚像是变了, 又好像没变,开会的时候,公事公办,路过我的公位,连个眼神都没有,中午下班,同事问我喂食膜,还不去吃饭,眼神瞟了眼,办公室,百叶窗刷的关上,算了, 这顿饭食之无味,休息的时候,我妈还在,给我发微信,说要相亲,介绍对象,守在键盘上犹豫,实在不知道,怎么回复,昨天,杨诚的样子,还在眼前,挥之不去,我妈催得紧,看我不回,电话打了过来,我偷偷地走到,茶水间接听电话, 哎呀,我有男朋友,不相亲,别介绍了,好不容易,应付好他,转头,就看见,杨大老板,站在我身后,吓得我心脏,差点停滞,怎么,他们当老板的,走路,都陌生吗,香水未淡淡,萦绕在鼻尖,他未看我一眼,伸出的手,将在半空中,好吧,是我冒犯了,于情于理, 现在都是最好的结局,这几日,公司,业务增多,技术不需要,经常加班,要是半夜困的,睁不开眼,就倒在工位,睡上好几个小时,醒来继续工作,身上的怨气,都能滋养,一个斜见线了,这个方案,横跨了两个月,总算是做完了, 我和部门同事,决定出去聚餐,扬成严肃的,凑过来,说是他来请客,不用跌了,真棒,我和部长留下,整理后续的资料,其他人,先走一步,冤家路窄,才到楼下,就,看到了,杨轩的影子,沈青, 他朝着我走过来,那天晚上,还历历在目,我转身狂按电梯,上面数字,不停跳动,心也凉了半截,我无处可逃, 是我之前瞎了,没有好好珍惜你,现在再给我,刺激会好不好,他用力,攥住我的胳膊,嘴里还在,畅想住未来,看我不说话,期待的眼神,也开始转位癫狂,旁边的部长,本来还在看热闹,现我实在抗拒,也赶过来,试图拽走他, 沈青,我把他踹了,咱们结婚,好不好,不就三万八的,彩礼妈,现在我,给你八万三,咱们结婚,你他妈放手,只顾赶散去,我被鼓力量,拉扯到身后,杨成站在我面前,一脚把杨轩,踹到旁边,他倒在地上,嘴唇渗向外渗血,眼神落在,我俩交握的手上,喝, 你勾搭上,我小救了,部长的眼眸,睁大,满脸的吃瓜,这件事,捅出去,肯定会影响,公司形象,我连忙摆手,说没有,杨成却不乐意,历声吼道,你去过你的日子,别来招惹他,再不走,我就报警了,你要是不想,和那年一样,就赶紧滚出去,那年一样, 他们之前,发生过什么事,杨轩颠簸的,出了门,临走时,愤恨的,回头,你们等住吧,到了饭店,我看住碗里,那块肉,出神的想住,杨轩的话,他要做什么,饭局上,大家都很安静,只剩下,不长,再尴尬的,活跃气氛,只要让我喝酒,杨成就咳嗽, 我抬起酒杯,他那眼刀,就飞过来,几次较量,之后,我何不常败下阵,没有一个人,敢提干杯的事情,这顿饭吃得,兴致缺缺,我实在无聊,只好找个借口,出来透风,外面蚊子太多,趁着服务员,不注意,闪身钻进了,隔壁包间里, 没过多久,门口开了条小缝,皮鞋生青脆好听,一步,两步,杨成身上,一股酒气,走到对面和我,视线平齐,询问我,有没有被吓到,我摇摇头,他脸有些红润,身子也摇摇晃晃的,距离仅有,咫尺之摇,声音沙哑地开口,怎么,你怕我, 我,我怕,气氛太过暧昧,我起身想走,被他用胳膊撑住,左右动弹不得,他的头轻轻,搭在我肩膀上,木质,香味,优雅,沉稳,别动,让我靠一会,我甚至可以,听见自己心脏,狂跳的声音,他缓住我的肩膀,小声地呢喃住,我不敢有大动作,只好轻轻,攥住一脚, 上面有了些褶皱,这份感情,不被人认同的感情,小心翼翼的,被我压在心底,不敢宣泄语口,外面好像,有人在走动,我找回思神志,赶快让杨成出门,等我早上起来,去公司的时候, 总感觉同事们,看我的眼神,不太对,八卦,探寻,鄙夷,有个刚毕业的,女孩子,说话奸细,奸细的,不懈地瞧住我,你可真有本事,凭借一己之力,给杨家,脚哥,天翻地覆呢, 我不理解,她这话,什么意思,但是就算在傻,也知道,出事了,不常灰溜溜的,从办公室出来,看现,我时,眼中闪过,一丝窃味,轻啊,真不是你大哥, 我说的呀,这都什么,和什么呀,我推门去找杨成,她揉住脑袋,看起来,很不舒服的样子,她简单说了,机句,我才知道,杨轩,一早上救手,在公司门口,整了个喇叭,和横幅,还有PPT,说我和杨成,有问题,私生活不检点,现在这是弄的,公司人尽皆知, 难怪她那么头疼,这次事情是,因为我而起,如果我不在,这工作,杨轩也不会报复,而杨成,就不会受到牵连,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才能,平复这场闹剧,是我没有处理好,自己的私生活,导致公司的,名誉和您的,形象受损,我自愿提出离职, 或者,你也可以,宣布把我开除,这样,就不会,再有人议论,我只能想到,这个办法,才能平复,这场风波,保全杨成的形象, 其他人也,不会再说什么,杨成不同意,起身快步,走到我身边,双手抓住,我的胳膊,让我直视他,那魔多的办法里,我从来没,想过要失去你,沈青,你到底对我,有没有感觉,我心若肋骨,想点头承认, 却又怕给他压力,一旦我们在一起,你看看我,四周的空气,开始变得稀薄,就像是被抽干真空,隔绝了外界的,所有声音,他眉毛微皱,眼中满视,热忱和真挚,我承认,自己却实心动了, 是从什么时候,开始的呢?是他帮助我,处理阳轩,还是每天中午,花样摆出的汤,又或者是,每次接触,或每个眼神里,我点点头,杨成把我,搂在怀里,小心地,抹扎住头发,我回报住他,心中他是温暖,门外传来,一阵脚步声, 高跟鞋和皮鞋,交杂在一起,尤其凌乱,杨轩和他妈,推门而入,果然是你,我儿子说的没错,捞女就是捞女,三万八的彩礼,满足不了你,现在还想要,更多的,话刚说完,他妈就扯住,杨轩站在,办公室外面,撒泼说杨成,是如何打他的,又说我不正经, 总之难听的话,骂了个遍,杨成震怒,质问他说完了,没有,他妈更住个脖子,不服气地回对,既然你们说完了,那也该轮到我了,我拿出手机,上面显示,正在录音中,恋爱,三年,三万八彩礼,贷款房,我家有陪价,顺带一台车,没错吧, 他妈眼睛,挑向别处,默不作声,分手候你儿子,闪婚,又离婚,多次纠缠不休,现在又来诋毁,我和杨成的名声,凭借这一点,我就可以,告杨轩,骚扰,你也不想,你儿子有案底吧,提起案底,杨母,就像,斗败了,公鸡,整个人神色大变, 而杨成的身体,也开始变得紧张,我感觉不对,紧紧握住他的手,让他放松,才算是,平复了心情,这场闹剧,很快就结束了,他俩灰溜溜的,就回到了家, 而杨成在,公司群,澄清了此事,朋友圈也,发了我俩的声明,是正当恋爱关系,禁止恶意造谣,至此,我和杨成,才算是真的,恋爱了, 这条朋友圈的,后果很简单,就是杨老爷子,让我俩回家,一趟,我局促地,坐在沙发上,根本不敢喘气,如果他,不同意的话,杨成捏了捏,我的手,让我放轻松,饭桌上他问我,打算要多少彩礼, 我看了,眼杨成,实在不知道,怎么说好,毕竟之前,就是,因为这件事,和杨轩闹崩的,不想再重蹈覆辙,但是我忘了,人和人,是有差距的,老爷子大手一挥,莫等我回答,就豪气冲天的,表示,四十万彩礼,加上全款别墅,地理位置随便选, 只要我俩,喜欢就好,我筷子差点,墨下掉,杨成欣喜地,拉过我,连声和老爷子,说谢谢,哎,说什么,谢谢,这女娃一看,就是本分孩子,我很满意,老爷子乐呵呵地,酒过三巡,杨老爷子,突然问我,膝盖,怎模样了,我反射性地,回答,挺好的,紧接着一读, 他是怎么知道的,杨老爷子,吕住胡子,乐得开怀,可算是好喽,再不好,小成在家,都得把,厨房烧住了,旁边的保姆,低头直笑,杨成闹了个,大红脸,那些饭菜,都是他做的, 我惊讶地看向他,杨成宠溺地,刮我的鼻子,老话说得好,吃什么补食膜,好在你康复得快,要不然,这厨房,也就真冒烟了, 我瞧住他,心里暖洋洋的,眼睛也有点泛酸,这种气氛,还没延续多久,那对不速之客,就又过来了,杨母穿住身,旗袍,打扮得利落大气,手里还拎住些,不品,笑得满脸羡媚, 爸,这磨,长时间,不限,身体可还好,老爷子不太高兴,并没有理他,杨母扫了我一眼,坐在沙发上, 爸你可别,被他骗了,他之前要喝,我们小萱结婚,张嘴就是三万八的彩礼,现在又来,攀附小城,不就是看中杨家的财产了吗? 杨城气不过,说他满脑子,只有钱,张嘴闭嘴三万八,两人你一句,我一句,杨母用手,指住杨城,开口道, 你个捡来的杨子,有什么资格,正我和我说话,老爷子,听不下去了,桌子拍得直晃,气若红中,你那好儿子,还不如他, 你们当初,做的那些事情,简直就是,桑尽天良,你有什么资格,这魔说他,杨老先生,说完,一阵猛壳,有些虚弱的,靠在椅子上, 这也不是,你把财产,都过寄给他的,的借口,小轩,可是,你的亲孙子啊,我看向杨轩,他眼神中,透露出的愤痕,足可以杀死人,他大骂我,说我和杨城,有私情,我恨铁不成钢的,样子望住他,饭可以乱吃,话不能乱说, 我俩是自由恋爱,与你没有关系,按照常理来讲,你得叫我,一声,小舅妈才对,你,杨老爷子,冷哼一声,眼神落在,杨轩身上,亲孙子又怎么样,我活了大半辈子,只看人品,不看亲情,杨母气的,要和他断绝关系,还是被杨轩,拉住了,他守在腰上妈撒, 我感觉不对,赶紧叫杨城,注意点,杨城喊来保镖,击人把他按住,正扎间,匕首掉在地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,我忍不住后退,从前只感觉到,他有暴力倾向,可我竟没想到,他居然真的,敢带铸刀过来,他的目标是谁,杨城,还是我,或者是, 没过多久,园警也来了,几个人,把他们,带走,他握住我的手,小声地说,杨轩,母子,经常过来找事,他不放心,就在家中,雇了保镖,来保护杨老的,安全,那老爷子,说得蹲监狱,杨城站在路边,月色洒在他身上, 身形先薄,仿佛一碰,就要碎掉了,杨轩从小,脾气暴躁,经常对庸人,非打即骂,很是过分,那刺保姆的,孩子也来了,杨轩看他不顺眼,两个人起了争执,他把那孩子,从二楼推了下去,当场骨折,差点摔成脑震荡, 在病房里,躺了三个月才好,当时爸不在家,他妈就让我,当替罪羊,在监狱里,待了半年,后来爸回来了,才知道怎么回事,这我才被放出来,我听完,心色缩一下,不敢想那半年,他是怎么过的,父母双望,养父不在,被人陷害,他拍拍我的手,轻声说都过去了, 我看住远处,已经开走的警车,心里暗自点头,是啊,都过去了,那个被陷害的,孩子已经,尝成了苍天大树,他有能力,可以,保护自己,想要保护的人,再也没有人,可以,在他,眼前撒野,现在也换他,幸福了,听杨诚说,杨老彻底,和他家,断绝关系了, 哪怕是他们,娘俩怎么哭喊,他也不见一面,对于老人,来说,亲情有时候,往往比金钱,更重要,再往后他俩,又来求杨诚,想让他帮忙,在公司,安排个职位,都被拒绝了, 我坐在沙发上,吃住零食,看住杨诚一脸,认真的在准备,婚礼,虽然才谈了,半年恋爱,可我就已经明白,他就是对的,那个人,这次婚礼,也按照,我的喜好来准备,沙滩婚礼,蓝海白沙, 我听住耳边,牧师的宣誓词,回想起前两天,我问杨诚,从什么时候,开始喜欢我的,那天,你明明,很累了,可还是没有, 一句怨言,陪着我们,玩个众游戏,那时候就感觉,你脾气很好,后来一次次的,接触中,你的性格秉性,就像个孩子一样,深深地,吸引到了我,直到你哭住,从楼里跑出来,他语气一读,表情有助,不由分说的严肃,我仰起头,看他,怎么了,那天我就想,这辈子都不能, 在让你那魔哭了,杨诚,站在对面,轻轻摇住我的手,用口语问我,在想神魔,海风在耳畔吹过,海鸥声和音乐,交织在一起,我在想神魔呢,想我们,经历的一切,那些过去,和美好的未来,牧师问我,你是否愿意,嫁给对面的,这位男子,愿意啊,我当然愿意,我愿意,和, 杨诚一起,从今天开始,奔赴每个,日日夜夜,并肩看沧海桑田,共赴沙海,直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